郭嘉壽常常都說政府要溝通溝通 但他今天不讓所有官員揮霸民主黨的黨員 你覺得對於政改溝通 是否都很少人家大家意氣用時鬥 我看現在就政改問題上都同意要溝通 可能今日譚局長都說 內地官員的安排跟泛民議員會面似乎都順利 我希望溝通如果特區政府有部份官員 不是很想跟泛民議員溝通 希望中央官員能夠跟泛民議員溝通 為何特區政府官員主要官員都沒有來 你覺不覺得好像佔中時 郭嘉壹一直都沒有跟你們合作溝通溝通 我相信今次都是梁先生的意思多些 其他官員原先都說會來 都是可能梁先生下了命令大家來不了 其實我希望特區政府其他官員都能夠繼續跟 不要說泛民 其實應該跟整個香港的社會 公民社會有更多溝通 你怎樣看譚治元就說 他對於政改結果 然後就將日本判定是測試的 他都是玩心理戰術 還是已經卢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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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? 我不知是這些 你真的要問一下譚局長先 但我估計現在大家都希望能夠 蓄成到泛民議員與內地官員的對話 如果這個對話能發生的話 我不可以說有沒有實質結果出到來 但起碼一個開始 如果能有對話的話 我想泛民議員都很清楚 我們一路爭取的都是一個符合國際標準 或者不要說國際標準 一個真正選擇的特首選舉辦法 若果在831的框架之下怎樣能做到呢 這裏大家可否憑藏意再去談呢 這個是看看下一階段談 如果能夠有談的話 我仍然覺得值得繼續談 你之前提到新建議 你覺得北京會否接受 這個不是我可能控制範圍裏面的 我的建議都是回應陳雲毅教授 他提出來的立票方案 我認為那個方案方向正確 不過力度不足 不能夠有足夠的制衡提議會 當然我的建議都是以一個這樣的考慮點提出來 都是敲磚引玉而已 OK 好 謝謝